好 小心小心 师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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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八旬的星云大师虽然行动不便 但山师长胡志强一同抵达现场 受到信众热烈欢迎 九天大师来到台中为了纠册举行证书发表会 眼前这本书就是他耗费多年汇整的心血 命名为献给旅行者365日 未来即将开放全世界免费索取 在台湾要一千万本以上 我们希望人手一本 不但旅国里面 飞机里面 这个有两尺里面 肖肖里面 土俗国里面 星云法师表示 世界各地每间饭店都在房间里放着一本圣经 堪称是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 如今汇集这本献给旅行者365日 就是希望能变成东方文化的代表经典 内容收入800篇短文 包含了座右铭和劝势文等等 要换大家结缘 贯穿古今 把佛学 哲学 文学放在一起 然后让你心灵可以开放 这样的一本书 大师说他有这个愿望很久 那我要跟大师很诚实的报告 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 非常有价值 一定会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 其实只要是一本好书 对大家有帮助的一本书 而且它是传递正面能量的一本书 我们都把它放上去 旅馆业者对此表示欢迎 强盗折手于一亿的书 都愿意摆在房间里 和世界各地的旅客一起分享 星云法师也发愿要将这本书印制6000万本 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旅馆使用 希望帮助大家在黑暗中找到一窄明灯 记载红加红 等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